在这里,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一段回忆! 欢迎订阅我的小人书! 铁道游击队奉命进山整训,天亮时到了山区,司令部门前站着一簇人,前面的一个满脸含着笑,李正介绍说,这就是我们的张司令,队员们不约而同的立正了。 当夜,司令部为他们举行了一次会餐,张司令向欢迎自己的亲兄弟般招待了他们。 第二天,老红进休养所去治疗伤口,队员们开始了严格的训练,每天早上和正规部队一起上操。 早操后就上课,张司令亲自担任教员,讲党的历史,讲军事和政治,讲实事和抗战形势,张司令讲的话每一句都打进队员的心里。 一天晚上,彭亮、林钟、鲁汉和小坡四个人站在红旗下庄严地宣誓道,我愿为党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,他们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了。 转眼过了年,老红从休养所回来,伤完全好了。 第二天,张司令找他去,给他一项任务,跟老六团一起出山,打开已被伪化的微珊瑚局面,控制这一带的交通线。 夜里,铁道游击队离开了山区,向西北出发。 在一个山庄里会见了有名的英雄团,老六团。 部队走到半路,接到情报,胡锡的丸军出动企图偷袭我军。 老六团马上召开军事会议,决定先把这支丸军击溃。 在山林里休息到天黑,老六团分三路下山,铁道游击队走在前面当向导。 彭亮的一个分队正在急行,胡廷见前面有沙沙的脚步声,彭亮就把小坡一拉,溜进了路旁的麦田。 身头一望,有两个丸军的尖兵正向这里过来,转眼到了身边。 第二,彭亮突然跳出麦田,一把抓住,喝着别动,动就打死你。 尖兵后面的丸军大队发觉了,向这里打了一排枪。 老六团的周营长早把队伍拉开,从两边包围上来,鸡枪哒哒的响起来了。 丸军抗不住,乱糟糟的逃进一个小村子。 老六团和铁道游击队分路冲进庄,枪声响成一片。 随着枪声四下呼喊着,脚枪不杀。 许多丸军放下了武器。 一股丸军逃进一个院子,临终和鲁汉带人冲进院子。 丸军又退到屋子里顽抗,鲁汉拿出手榴弹,一连扔了两个。 丸军被炸死了几个,鱼吓得嚎叫起来,不要打了,我们脚枪。 都把枪从窗口里置了出去。 歼灭了这一股丸军,老六团把俘虏带回山边,正在商量下一步行动。 忽然山里来了急信,要老六团马上回山,接受新的任务。 团长问老红,你们怎样打算,是不是一起回山? 老红说,不,我们还是前进,到威山湖去完成上级交下的任务。 老六团把绞道的短枪分给他们一批,就回山去了。 铁道游击队冒着鱼,连夜向湖边前进。 这一天,他们回到了阳极,闯进乡公所,顶头遇上保长。 保长开始一愣,马上又点头哈腰的说,啊,你们来了呀,快进来歇歇。 胖地主高敬斋正在翻看给鬼子派捐的账本,一见他们,慌忙合上账本,打着哈哈。 迎上来说道,九维亚队长,你们哪里去了呀,我可怪想你们的呀。 老红一肚子疙瘩,一眼又见门边挂着的日本旗,就更火了。 他用张着鸡头的博客枪,挑起那高药旗,冷冷的说,你们现在也挂这个东西了吗? 高胖子的脸,一会红,一会白,吆喝宝掌,把旗子拿掉,又满脸陪笑的说,鬼子强迫的呀。 只好应付一下,正为以前跟我讲的话,我是牢牢记着的。 他一边讲,一边偷眼瞧老红,眼看老红脸色冰冷,就忙着说,你们来就好了,休息休息,我到社下被个便饭送来。 高胖子跑回家里,马上派狗腿子上林城去报告,又对保长说,有他们就没有我们,这一回可要斩草除根,你好好去应付一下,别让他们走。 保长回到乡公所,敷衍了整两个终点,送来了一桌韭菜,李正皱了眉头说,谁叫你搞韭菜,还不是摊在老百姓身上。 保长哈着腰说,这是高爷犒劳大家的。 林中吃了个半饱,就往村外去,准备换回放哨的棚亮。 刚走到村头,看见远远的来了一面高药棋,后面跟着一场串鬼子。 林中吃了一惊,跟彭亮商量了一下,留下彭亮在村头监视,自己赶紧奔回乡公所来报信。 队员们马上离开桌子往外走,这时已听到庄北面传来砰砰的枪声,那保长还在门边送客室的摊着双手说,多休息休息再走呀。 老红一股火窜上头顶,把枪一举,一颗子弹从宝掌头皮上飞过。 老红把枪向西一指,队伍向西出庄,往湖边退去。 微山湖里的渔船听见枪声,早已滑进芦苇丛里。 老红他们奔到湖边,只见空荡荡一片湖面,后面的枪声越来越近,阎湖又是一片平地,无险可守。 他们阎湖奔了一会,看见一个老汉正把一条渔船撑开。 身冒一望,老远叫起来,老孙哥,借船实实。 老汉把船靠了岸,让老红他们上了船,拉起了番又往湖里撑,不料船底陷进了泥里。 再撑也不动,敌人的步枪子弹已经打到了船边。 老汉喊着,快下水推,推到深处就好了。 鹏亮,小坡,鲁汉,林中都下了水,在雨点般的子弹下面,把船推进了深水。 临城站的港村特务队追到湖边时,那条船鼓着番,已经驶到湖心了。 鬼子沿湖架起机枪,往湖里乱打了半天,到天黑才撤走。 这天晚上,队员们挤在船舱里睡熟了,老红和李正却没有睡。 夜很深了,他们还蹲在船头上商量打开微珊瑚局面的办法。 第二天一早,队员们上了岸,分头进庄,一面搞饭吃,一面探情况。 李正借下了老汉这条船,留下两个看船的,准备应付紧急事故。 李正进了村子,看见有人探头探脑的望了他几眼,就警惕起来,对队员轻轻说,留心着,防他们捣鬼。 果然,刚在一家小贩铺里吃上饭,鬼子就包围了上来。 他们还了几枪,冒着敌人的枪弹,冲了出来。 进庄的队员都被赶了出来,挤上渔船,钻在枯草丛里,一连三天不能靠岸。 只能趁黑夜进庄去买点干粮,就匆匆回船。 天又下了雪,队员们又动又饿,都焦躁起来。 李正给他们分析了情况,指出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能够战胜一切困难,但是不能老钻在湖里,一定要上岸,钻到人民里边去,在人民拥护下镇压这一带的坏蛋,才能力脚生根展开胜利的斗争。 李正把队员分成三队,化妆了老百姓,第二天天还没亮,就和老红王强各带一个分队上了岸,约定了集合的时间和地点,就分散了。 老红带的一分队人,有的背着粪机在村边游动,有的钻进田地里帮老百姓干活,搞清了许多敌尾活动的情况。 傍晚时候,到阳极东头的联络点王大娘家来,王大娘一边烧饭,一边告诉他们,高胖子当了乡长,在各庄设立了情报站,你们一进庄,情报就一庄传一庄,传到临城,鬼子坐着摩托车很快就到了。 刚吃完饭,听见村里响起枪声,王大娘慌张的说,你们走吧,老红担心连累他,王大娘说,别管我,保住你们要紧。 老红他们往后门走了,王大娘才收拾起碗筷,高胖子已经带了港村特务队进来。 高胖子要王大娘交出八路来,王大娘哪肯承认,高胖子冷笑着说,你别来,人家亲眼看见你招待八路,港村叫声,给我搜,鬼子就满屋翻腾起来。 鬼子查不到人,把王大娘吊在树上,一顿鞭子打得他皮开肉绽。 王大娘咬紧牙,抵死不认,港村挠了,拔出枪来正带打,忽然听见街上响起了吵斗一般的枪声。 原来老红他们躲在王大娘屋后的草丛里,听到了大娘的哀嚎声,老红忍不住了,叫声拼吧。 就跟放哨的鬼子打成一团。 屋里的鬼子出来时,老红一面打,一面往庄外撤,一到庄外,钻进了广阔的田野。 老红一声口哨,分队脱离了战斗,奔向约定的集中地点方林嫂家。 方林嫂拉开门,看清是老红不禁争了一下,他兴奋地颤抖着嘴唇,把他们往屋里让。 他点亮了灯,问老红,你们几时来的呀,可把人急死了。 怪到这几天鬼子尝到红边来扫荡。 老红说了分别以后的情况,方林嫂又欢喜,又担心,忙去抱些草来生火,又问起老红的伤。 方林嫂刚煮好一锅面汤,王强和李正也到了,三个分队今天都撞上鬼子。 看情况,王大娘说的没有错,鬼子已经把这一带的恶势力组织得很严密。 老红十分愤怒,对小坡说,你快去把老冯找来。 方林嫂说,天黑,雪把路都埋住了,她摸不清路,还是我去吧。 就拉条被单向头上一批,匆匆地出去了。 下半夜,老冯跟方林嫂来了。 老红告诉他,为了打开威山湖的局面,决定镇压岩湖的坏蛋,要他把个庄的坏蛋调查清楚。 老冯头说,那没问题,交给我。 过了几天,名单查清了,尽情办法也决定了。 这一晚,队伍在湖边集合了一下,分成三路出发。 李正一队向南,王强一队向东,老红自己带一分队向西。 老红到了阳急,把队伍留在运河边上,自己带了林中、鲁汉,摸到庄头王大娘家的草屋边,轻轻击了一下手掌。 方林嫂从一条家道里溜出来,招了下手,说到里边去,那边有乡公所的岗。 老红叫林中去把队伍带过来。 他们闪进草屋里,看见王大娘躺在床上哼着,眼睛里流着泪水,嘴角上却挂着笑容。 老红在床檐上一坐,看了他一会,眼里喷着怒火说,我们为你报仇。 然后向方林嫂问情况,方林嫂说,高胖子回家睡了,他家里墙头高,不好劲。 老红想了一下,两道眉毛一扬说,先休息,天亮了再搞。 天蒙蒙亮,老红带着队伍出来,看见一个香丁背着枪,正在打喝歉。 小坡点着脚,捏到他背后,举起霞枪,轻轻喝着,不要动。 香丁一声不响的把枪交给了小坡。 临终和鲁汉带两个队员闯进了香公所。 闯到堂屋跟前,鲁汉一看这是那天保长给他们摆酒菜的地方,心里上了火。 临终叫他脚步倾斜,可是他上去,光的一脚把门踢开了。 里面一个香丁正在烤火,听见响声,扶着枪想站起来。 鲁汉跳上去把他揪住了,吴东涛还睡着两个香丁,刚惊醒过来,被两个队员用枪止住,搅了他们的枪。 临终跳到里间,把那保长从热被窝里提出来,低声说:"你还认识我吗?" 保长吓得浑身发抖,说不出话来。 鲁汉红着眼拉起一枪,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,吓得他瘫软在地。 临终拦住了鲁汉,说:"别冒失,留他有用呢?" 他这一说,老红猛然有了到高胖子家去的办法,高兴地说:"快穿衣服!" 老红他们带了保长来敲高胖子的大门,门里一阵狗叫,接着有人在问:"谁呀?" 临终把枪指着保长,说:"黄军来了!" 保长抖着说:"我,保长,黄军有事找乡长说话!" 大门划得开了,队伍闯进屋去。 开门的箭士不对,带回身走,早被鲁汉一脚踢翻。 老红带着人从他身上跳过,扑进院子。 高胖子一关整整地开门出来迎接皇军,一眼看到老红发亮的眼睛,愣住在门边转不动身。 还没等他张嘴,老红砰砰两枪射过去,高胖子像死猪一样扑通一声,倒在门里。 老红透了口气,眼睛看定了保长,那保长爬下来苦苦哀求。 老红想了想,最后说:"马上去召集,全装老百姓,要是人来的不齐,就要你的脑袋。 保长提心吊胆地打了一阵罗,老百姓听见枪毙了高胖子,连老大娘小孩子都高兴地跑了来。 太阳上来的时候,庄西的土岭下面,挤满了黑压压的村民。 老红向老百姓宣布了高胖子的罪状,告诉他们,铁道游击队是杀鬼子打汉奸的队伍。 以后乡亲们遇到坏蛋就来报告,我们坚决为你们除害。 老百姓们热烈地拍起手来。 散了会,老红回到船上。 不久,李正和王强的分队也先后回来。 他们由老冯头指点着,杀了一批通敌有据最大恶极的坏蛋,事后都召开了群众会。 接着又逮捕了十多个坏地主和伟宝长。 李正跟他们谈了几次话,这伙人都表示要重新做人。 鲁庄爱护村伟宝长朱三拍着胸脯说,过去我做错了,今后瞧吧。 如果我在抗日工作上不够朋友,枪崩了我就是。 放走这一批人,有些队员想不通。 李正告诉他们,镇压是为了开辟这个地区,要适可而止。 我们的政策是镇压死心塌地的特务汉奸,争取被迫投敌的人。 他们研究了第二步行动,决定每个分队选择一个村庄做据点,有机会就差进去活动。 利用敌人失去耳目的时候,想先打下群众基础。 就这样,铁道游击队与人民加紧了联系,在湖边插下了脚。 那时春荒严重,群众生活困难。 鬼子的粮食车却日夜不停地把掠夺来的大米和小麦拉走。 铁道游击队决定搞一次车,弄点粮食来救济老百姓。 这一天,老红和李正到了过去在早庄车站相好的, 目前在临城车站当打骑工人的谢顺家里。 谈到搞车,谢顺说,不容易吧,沿路都有爱护村站岗, 巡路摩托卡又查得紧。 又沉思了一下说,不过你们把鲁庄那个猪三弄好了, 这事就好办点。 这一说,把李正提醒,就和老红商量了一下, 连夜带了几支枪,到鲁庄来找朱三。 李正说明来意,朱三一口答应, 沿路爱护村的保长那里都由他去招呼。 李正又托他找三十辆小车, 明天晚上到庄南一个洼地上集合, 准备运东西,他也答应了。 第二天,老红赵谢顺说的粮食车开行终点,做了布置。 半夜里,粮食车刚出临城车站, 彭亮和小坡已经分两边上了车头。 司机和司卢都挣住了, 彭亮说,工人弟兄们,我们是八路军, 不要怕,我替你开一会。 就坐进司机座,一手提着枪,一手扶着开车靶子。 车子缓缓地行进, 沿路都有队员跳上车。 到鲁庄北面的时候, 装粮食的麻包,雨点般从车上丢下来。 火车快到沙沟阳崎站, 彭亮站起来,握了下司机的手, 你拉的粮食就寄了这一代闹春荒的老百姓, 谢谢你,就和小坡跳下了车。 铁道两旁的地里, 李正带了队员, 在指挥饥饿的老百姓把粮食装到车上, 装满一车就另装一车, 一批一批向湖边运去。 突然北边射来了探照灯的光柱, 巡路的摩托卡驶了过来。 老红带领两个分队, 布置到路基两侧, 把粮食包作为掩体, 扶下来准备阻击。 李正带一个分队指挥群众继续装车。 最北头的几包粮食被探照灯照到了, 摩托卡一停, 特务队长港村走下车, 走到粮食包那里, 嚎叫起来, 粮食的, 偷粮食的。 正在这时, 远远的有一只红绿灯光在闪动, 一个黑影跑过来了, 鬼子朝天打了几枪, 听到那边的人大声喊着, 别打枪。 太军, 我是巡路的朱三。 朱三过来, 摘下礼帽, 弯着腰报告, 刚才有小偷的偷粮食。 我听到站岗的报告, 就来验路了, 正说话间, 南边砰砰的响起了枪声。 党村和鬼子马上扶在麻包后面, 胡乱打枪, 车上的机枪同时向南射击。 朱三惊慌的说, 大概是八路过来了, 听说前天, 他们还住在东山边。 枪声在铁道上空, 响成一片。 港村看看摩托卡上只有五六个鬼子, 又摸不清情况, 就叫朱三赶快去侦查一下。 朱三绕道来到老红面前, 滴滴的说, 搞清楚了, 是港村带的头, 可是只有六个鬼子, 不敢过来。 你们把枪打得紧些, 赶快搬粮食, 那边由我去应付。 说吧, 又绕道跑回去, 叫着, 不得了。 南边到了大队八路, 人多的望不到边, 光击枪就有一长溜, 架在铁道两边。 太军怎么办呢? 黄军人少呀。 港村不住的眨眼睛, 过去是不敢, 撤退呢, 又灭了黄军的威风, 他拿不定主意, 只把机枪疯狂的扫射。 南边的枪声渐渐息下来, 朱三又去侦查, 一会跑回来说, 八路叫太军的机枪打荒了, 他们往东跑了。 港村一听, 马上开着摩托卡向南追击, 追到洼地上, 铁道游击队早已走了, 只见一大片麦苗, 被踏成了平地, 确实像有大批队伍在这里踩过。 港村看看站得恭恭敬敬的朱三, 十分高兴, 跟他握了手, 大大夸奖, 你的报告好好的, 辛苦大大的, 那边两包粮食赏你的。 这时候, 铁道游击队已经把粮食运到湖边, 分百姓帮助他们渡过灾荒, 这使他们与群众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, 展开了更激烈的斗争。 后市请看第五集, 《搅打港村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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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搅打港村》。